歡迎收看懷疑把抓 我是張道合 我們先看到今天的四大關鍵字 藍善意 白惡意 大白話 選到底 郭董霸氣 林表 還好嗎 富士康輕乏 美腳在這邊 今天四大話題該怎麼聊呢 先來介紹四位特別來賓 第一位資深媒體人張宇軒 大家好 大家好 國民黨的前發言人蕭敬妍 大家好 大家好 科技一般的發言人吳宜軒 大家晚安 資深媒體人善後知 大家好 好 從上禮拜開始 從藍白拖 到藍白和 到藍白冰島 到現在要不要和呢 看起來真的是太難了 藍白到底怎麼和 請看張兆和 原因是這樣子 我們先來談的是 11月21號 侯友宜 在下午4點多的時候開記者會 那時候我剛剛錄完影出來想說 不會吧 要宣布副手 要破局 沒有啊 還在堆疊善意 同時也把自己的立場跟柯文哲講 他怎麼說 他說柯文哲中午有致電給他 表示可以再談一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是又講到民調這件事情 民調檢視結果 我們再來看一次好不好 我們再來看一次 我們現在現場只看到6份嘛 所以才會有3比3這個答案 或是5比1這個答案 其實原本是有9份啊 那我們把其他之前3份擱置的 再拿進來看嘛 我們再看一次 好 如果真的是我輸了 我侯友宜願意當副手嘛 我不一定要當正的嘛 好 另外呢 這是他最生氣的地方 根本沒有6%誤差範圍的說法 不要誤導視聽破壞合作感情 你知道這個6%有多傷嗎 現在連我們錄影的國民黨中央黨部 都被改名了 叫做國民黨6%黨部 能看嗎 對吧 所有人都覺得說國民黨是等於6%黨 所以他說不要再說浪6% 就沒有這樣的事情 好 現在柯文哲 他也希望柯文哲 可以再派兩個專家出來 全程直播 你就在公開透明 我們就來公開透明 重新判定我剛剛講的9份民調 那我們走完最後一里路吧 為什麼說走完最後一里路 我剛剛講了 3份有問題的民調是擱置 不是排除 那既然擱置表示還沒談完嘛 那來來來來來 你覺得有問題你多派一個人來 我們好好把它談完 再走一里路嘛 把它走完 我們至少大家心服口服 好 第一時間柯文哲怎麼講 他說不是說我要打去啦 是因為人家找那麼久 我們是怎樣 保持善意 還說昨晚等了我一整個晚上的電話 那我當然可以整合 我就整合 所以我才會打去 但是他認為說 把9份民調再拿出來 再重新檢視一次 他說你覺得突如兩次 結果會變不一樣嗎 另外他也說了 科學就是科學 但是他恐怕是怕說現在講這些話可能有點硬 他最後還是說了 但再也能夠整合還是盡量整合 會釋出善意來處理 原本今天 是朱立倫這個地方 原本今天國民黨要開所謂的中常會 要來決定這個副總統的人選 但現在為了堆疊的善意 果然已經延後召開 而就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這個民眾黨也出來開了記者會 他同時派了兩名的民調專家出來 那時候我以為想說 是不是真的符合這個 這個侯友宜這邊所說的派兩名專家出來 不是啦 完全都是在跟侯伴來較勁 我們來看 黃珊珊說科學就是科學 同樣數據不會有不同的結果 但是同樣的數據會不會有不同的解釋呢 第二點 公平性不是協商喬出來的 要順應民意 另外 我們的核心目標是最強的參選人 不是彼此互打 他同時點名一個人 是這個侯友宜的進辦的發言人 叫黃子哲 他說不用在這個盟友間找敵人 那如果你真的覺得我是敵人 那我那麼壞的話 你為什麼要找我合作呢 那你現在所有人都說我是鷹派 都說我是千古罪人 好啊沒關係啊 真的是千古罪人嗎 不是我 真正的千古罪人是讓賴清德當選 才是罪人 另外有兩個是比較值得關注的地方 在今天早上的記者會裡面講得很白 我就不想要再協商一次啊 沒有沒有意義啊 那你這個訊號是不是說 那你就知道選到底呢 有記者問 是不是要獨立參選 黃珊珊說 柯文哲19號在KP的這個事實大會上面 不是說什麼 我要以這個台灣民眾黨總統參選人的身份 拼贊到底 他說講得很明白了吧 講得很明白了吧 另外 最後時間 我們都知道這禮拜五一定要登記 但是真的是迫在眉睫 什麼時候要去登記呢 或者是說你要給國民黨 多少的時間呢 他說我們今天只是針對他的這個民調說 來回應 那我們看看他的回應之後再來說嘛 所以我們沒有設期限 會盡我們最大的誠意 好 宇軒 昨天侯友宜出來開記者會 我覺得他怒了 針對6%黨這個地方 他真的沒有辦法去接受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他同時也釋出善意 不過今天早上一連串全部看完 這善意是把頭直接拿出去給人家打 完全沒有感覺到善意啊 其實侯友宜昨天做這個動作 其實他就在講川大一句話嘛 就是說你男朋友幫他做要幫他擔當啦 就是說你今天自己 不管是自己做的責任 自己做的事情要負責嘛 因為畢竟當初簽下的名字就是你 那好 我們當初這個過程沒有走完 從哪裡開始就從哪裡結束 我們先把這件事情給做完給走完嘛 所以我覺得最關鍵的是他的態度問題 就是說侯友宜跟過去的態度 截然不同的是 他展現出一種那種就是 港豪開口 港豪開口 他說我這裡沒什麼好可可 結果怎樣就怎樣嘛 他就是把這東西擺在這邊 亮在這邊 他的意思說誰陣誰負不重要嘛 重點像我講話講什麼就算什麼 講得到來做得到 他自己就這樣講 所以基本上他是把這個東西 把這個球再度拋給柯文哲 但是你要回顧到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他不是說因為我生氣 所以我要做這件事情 他是因為柯文哲打給他誰要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柯文哲後續在被問到的時候 他說沒有啦 我跟你講是那個啦 很多國民黨好朋友一直來找我這樣子 他是這樣講嘛對不對 他說被他很煩 所以我想說打給他一下 反正藍北俄就快結束了 他是這樣講嘛對不對 但是這個情況的狀況下 我先講一個重點 國民黨跟民眾黨聯繫的人 向來都不是侯友宜是朱立倫 這是第一個重點 所以說沒有所謂侯友宜的人 跑去找柯文哲的問題 那為什麼柯文哲這樣說 其實也不是說謊 就是說侯友宜身邊自然有很多敲邊鼓的 有一些什麼老闆啊 有一些什麼高層啊 心急如焚啊 可能會間接直接透過管道 然後去跟柯文哲聯繫 但這代不代表侯友宜 其實當然不代表侯友宜 是 所以當然當柯文哲打給他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只是互相要有一個台階下 因為 當然柯文哲他必須要維持他自己的 強勢心跟主導性嘛 意思就是說我老大 像他在這個 記者會的過程 他回應的過程當中說沒有啦 我跟你講就是浪6%嘛 國民黨浪6%太超過了嘛 但他最後又講說什麼 好啦好啦 我回去統計專家聊一聊 看明天記者會跟大家報告 他是不是又這樣講 那今天早上記者會就出來了嘛 所以說這個是在兩個人意外意外的過程 但是記者會出來的潛戲 其實你看到一個美感你就知道 昨天晚上就知道結果會如何 因為記者會的代表不是別人 也不是柯文哲本人 是黃珊珊嘛 黃珊珊就是專門來砸鍋的嘛 你看到黃珊珊就知道沒戲唱了嘛 鷹派的嘛 這個是我昨天晚上就講了嘛 那你今天再看看我有沒有講錯嘛 黃珊珊就是來砸鍋的嘛 馬上跟你講說9點不用談了啦 我們講的就是對的啦 然後把這個關志瑜再找來嘛 但問題是關志瑜他有個問題 關志瑜是求援兼裁判啦 民眾黨內參民調就是關志瑜做的 對 自己做的民調會說 我這個民調有問題把他排除嘛 當然不行啦 而且再來關志瑜他是業者 他是開了一年多民調公司的業者 他長期合作的對象都是民眾黨嘛 他能不能代表學界的意見 換言之科學他有個特性 因為柯文哲今天講說 這個科學就是什麼 你不會做兩次然後得到 這個答案不一樣嘛 不用一直盧嘛 錯了 過去我們討論過一件事情 你知道你還記不記得 LK99 他也是 LK99是叫做超導體 假超導體 你超導體 但是要怎麼樣知道他到底是真的假的 當韓國提出來這個數據的時候 各國他也要做一個動作叫做可複製性 對 每個人都在實驗啦 可複製性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換成不同感是任何人 任何專家 任何其他的研究單位 就同一份資料 我都要得到重量的結果 所以今天這就是侯瑜講的 我講了這麼多到現在為止你說那 這個所謂的藍白河 到底還有沒有一個過程 但我其實是抱持樂觀的 因為 畢竟就我了解啦 就我了解就是說 雙邊高層還是有在持續在見面 外面雖然還在罵 但是雙方高層還是不放棄任何的希望 對 所以我現在講一個重點 重點就是說反正黃珊珊就專門來砸鍋 搞破壞的 這個我待會再解釋啦 但現在唯一的重點在於說 你柯文哲做一個主帥 其實他的一念之間 對 就是說你柯文哲到底對於整個未來 中華民國的想像 因為畢竟現在民眾黨很顯而易見的 就是說你獨立參選 就是死路一條 是 那你要拉郭台銘也是一樣 基本上這是無解的 更何況民進民眾黨為什麼要一直找郭台銘 已經見了三四五次我不知道幾次了 而且一直跑去人家家裡面 因為理由很簡單 沒人沒錢沒糧沒草 就是民眾黨的現況 不然你們的這個資金所謂水庫來看一下 你啟動一個總統大選要多少錢 那個是亦來亦去的問題 但你今天你現在庫存所謂 可能不是亦來亦去 是幾千萬的問題 所以這個狀況之下 當然柯文哲會召集 他自己也知道說 自己一個人選到底不會贏 所以這不是我跟張宇先講的 就是柯文哲自己在這個 友台節目上親口講說 民眾黨獨立參選不會贏 所以他也知道這個狀況 所以他當然 所以我是希望他能夠對自己 以及對整個中華民國 回頭是岸 當然做一個最好決定 不要再聽柯文哲會的話了 就這樣 來靖遠 剩兩天了 你們堆疊善意夠了 今天中常會也沒有開了 坦白講不管是藍的 或是擺基層 壓力鍋都沒辦法壓住 每個都在說 一個說讓68 一個說為什麼讓 你怎麼這樣說我 現在這個局到底該怎麼解 再搭配上今天黃珊珊的話 就是沒有要合啦 這個先講了 6%本來一直都是個假議題 根本沒有6%這件事情 但是講這也不意外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過去一貫的 就是把大家都當傻子 對不對 想說這個我講6%就好像是6% 這個是很簡單 學術統計基本的問題 這個不是政治問題 不是我們亂掰 講說是6%就可以了 但是講真的我覺得 他這樣子講我比較不堪的 可能是民眾黨的支持 因為他這樣子講好像就是 民眾黨的支持者就會吞下去 就會這樣 沒有 民調統計學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1000份左右 這個誤差範圍就是正負3% 就很簡單 但是現在確實 這個兩方的支持者 我覺得真的都已經 拉到非常緊繃了 你看從這個上禮拜三已經 基本上大家已經覺得 哇這個兩邊已經快要打起來 快要吵起來 風迴入轉 哇結果突然 就在講說彈定了 然後大家這個好像從谷底 這個又上到天堂 那個應該是逐立人 然後結果過了幾天之後 禮拜六就突然這個盪到谷底 現在大家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所以呢 還好上個禮拜三 我們在這邊 我是講說這個 在柯文哲反悔之前 我就不會罵他 所以說現在也不知道 他到底算反悔還是不反悔 所以我就介於這個 罵跟不罵之間 但是呢 朱立倫確實也講 他說什麼 國民黨的支持者快受不了了 他說受不了 但我不知道 朱立倫講說受不了 是受不了柯文哲 還是受不了他 有兩個有兩個解讀 那不管怎麼樣 確實看起來就快受不了 這個是很簡單的 科學問題 我們要的是科學 而不是柯文哲那個科學 連今天公佈的什麼 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 最新的民調 後遺無論是三卡都 還是四卡都 他都已經跟賴清德的差距 大概就只說在3%以內 所以說這個很明顯 就是說藍軍第一 已經這個慢慢回歸了 第二 韓國瑜排進去這個 國民黨部分區 名單裡面第一名 就是在告訴柯文哲一件事情 韓國瑜都回來了 你這班車你到底要不要跟著上 你再不上車不好意思 我們列車就要開囉 所以可見今天黃山出來開記者會 裡面其實很矛盾 你看他一邊 全部都是在講說 民調怎麼樣 國民黨怎麼樣 然後甚至是還請了這個 所謂的官志瑜 就是他們求證 做他們這一份民調的 民調內參民調的這個總經理 自己出來講 講說這個 民調的認知是什麼 可是就我們所知 那一天 專家會議的時候 他們是有全程錄音的 錄音的 在裡面這個官總經理 他自己就有講了 學術上面的這個誤差範圍 他理解 言下之意就是說 正負3%這件事情 他應該是知道 他應該是懂的 然後最後我們不是看到那一份聲明 就三個人簽名嗎 那個官總經理沒簽 其實那一份聲明裡面 一來一往 是因為柯文哲沒接電話 大家都知道 那這個官總經理打電話 去跟黃珊珊請示 然後一字一句才修的 後來好不容易修到 搞到半夜2點多 修出了那一份之後 照你的意思修了 所以應該要簽名 結果最後一刻 黃珊珊說你不要簽名 所以說大家就看不懂說 你到底現在是在幹嘛 就是說民眾黨內部 我現在看起來確實 柯文哲一以貫之 就是他沒什麼組件 可是旁邊的人就跟他講什麼 他就會變了 所以柯文哲 你到底一念之間 你到底是為了民眾黨的 生存發展比較重要 為了你自己比較重要 還是說你自己口中說 要下降民調比較重要 還是說身邊這些人 綁架你比較重要 柯文哲可能真的要想清楚 這件事 你其實坦白講 今天的記者會 我有全程聽完 我覺得你們已經講得非常白了 就是你們不要再重新審視 這九份民調 根本是沒有意義的事情 所以你們已經打槍了 國民黨 同時也有說 我獨立參選 我講得很明白 那其實藍白 沒有必要再堆疊善意 因為黃珊珊還是說 我們還是堆疊善意 可以團結可團結力量 直接不就變成空話了嗎 沒有 柯侯配置 都還是我們的選項之一 所以還是可以討論 所以說 當然這是堆疊善意的過程之一 所以我今天還是要特別強調 就是說 你今天再一次的 去審視那九份的民調 其實數字不會變 民調也不會變 我們的主張也不會變 所以你讓雙方去做這個 民調重新檢視 今天早上我們也認為說 這有可能會讓藍跟白之間 再度激起更強烈的對立 我說支持者 因為我們會有我們的主張 國民黨當然也會有他們的主張 所以你不會說 因為今天多找了一個人 或是怎麼樣 數字就變了 或是我們的主張就變了 因為我們還是依照當天 五個小時內做出來的一個結果 來去做判斷 後來我們也去重新的 像今天早上其實 我們也再次的再把數字拿出來 所以其實全民檢視 就是我們在今天早上 甚至在上個禮拜 18號 我們就已經讓大家 全民來檢視這六份 甚至九份民調 我們都讓大家來公平 所以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說第一個我先回應 就是說國民黨到底有沒有講6% 國民黨自己公佈的數字裡面 有一張圖是包含我們的內參民調 那這個內參民調以國民黨的互比式 也就是科猴減猴科 這樣的方式來比較的話 其實我不知道這樣拍不拍得到 可以 好 其實已經是我們贏4%多了 那如果我們贏4%多 然後國民黨在後面還是寫猴科勝 那我們不知道說這個到底是3%還是6%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就是說我們今天已經在這個民調 我們的內參民調已經贏了4%了 照理說以你們說 沒有6% 那這一份應該是我們科猴得益點吧 對不對 那可是問題是 國民黨公佈的民調裡面 猴科是得益點 好 我們就請國民黨今天要解釋清楚 那6%的問題是這樣 再來就是說其實 國民黨今天最新的新聞稿也說了 民眾黨的差距的差距 來做計算的統計方式也沒有錯 但是他說國民黨的更好 所以也就是說我們現在在爭執的 彼此之間的統計學都沒有錯 只是我們用的方式 彼此之間認知有不同 我們是因為在題目上面 科猴猴科 我們是對比賴消 所以我們是用對比的 賴消之間的差距去做兩方的這個比較 但是呢 國民黨的方面它是用互比式的方式 一些簡單來說就是說 我們民眾黨是用對比式的方式去算 國民黨是用互比的方式 好 那這個當然就是說 彼此之間在認知上面最民調的這個差距上有認知不同 然後呢 再來就是 黃珊珊這個人的角色 國民黨一直將她放大到說她是罪魁禍首 她是破局的這個戴罪羔羊等等的 我一直在講說黃珊珊 她沒有辦法改變數字 她也沒有辦法創造數字 她只能在當下她身為一個總幹事 她要作為一個這個會議 她要下結論 那但是在那個當下你知道嗎 民調的專家在現場是被逼著 一定要簽那一份民調的 那她當然覺得說這跟我們的共識是當 就是沒有一致的 我當然文字上我還有覺得不適合的地方 她當然要去請示 今天黃珊珊也講了 我們的這個不簽名也不是說 我們就破了 是我們覺得說既然還有彼此有爭疊 我們是不是要在意 所以大家都擴大解讀了說 黃珊珊在那個民調5個小時之間的 這個角色 她當然要給予指令 然後她當然要去做一個 她希望怎麼做下一步的一個 給她一個方向 因為民調專家畢竟不是我們陣營的人 所以我們還是要強調 回過頭來 如果說今天還是在執著於 像如果還要再談這所謂的 他們要擱置 我們要排除他們要擱置這三份民調 太多細節都會吵到你死我活 這樣對於藍白之間的這個支持者們 只會更加增加對立 不會更加增加善意 來侯智哥 剛聽完之後 還是沒有個答案 因為國民黨提了任何方式 他們都說不要 那不要的話 最後就是剩來兩天 那就是破局定了嘛 今天其實沒有人把這個局說破 沒有人想當壞人 可是今天已經問得很明白了 我剛剛講了 獨立參選這件事情 黃珊珊說不就是跟柯文哲詞 九號這樣講的 很明白 那你現在很明白 那還有必要再談下去嗎 沒有 昨天大家都是流向罵本嘛 對不對 那宜萱剛剛講說 黃珊珊說 對於民調的爭議要在意 侯友宜談的不就在意嗎 他不是就叫你在意嗎 他們說不想談啦 對 他就不用在意 因為民調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誰的民調準誰的民調不準 我說了算嘛 所以搞到整個民調圈都大戰嘛 每個都出來幹官自語嘛 對不對 我們民調就明明就比你準 對不對 我民調做幾年 你民調做幾年 結果你現在說我民調不準 就搞到民調圈大戰 民眾黨現在很重要很奇怪 柯文哲昨天打電話給人家說 因為你早上的時候發言人講說 我現在只有柯侯佩 然後柯文哲打電話給人家說 我們再來談談看 然後後來開個記者會 柯文哲又開個記者會 意思好像又有得談 今天早上黃珊珊回來 講了半天就是 你國民黨方案我都不要 我也沒有新方案 就是只有柯侯佩一個選擇 他講的意思是這樣 你從昨天到今天繞了一圈 又繞回來一起 大家在爭笑 那你就不要打給柯侯佩 你如果是這樣子 你還打電話給侯佩幹嘛 我就柯侯佩到底 侯佩要不要接受就結束啦 你打這個電話幹嘛 要不然就提個新方案出來 那有沒有新方案 我有聽到一些民眾黨周邊 講說不然我們重新做個民調 他們連這個都沒有提 他們完全不要啦 完全不要 對我說現在嘛 現在到底是怎樣 你從昨天到今天 到底有沒有新方案 沒有新方案 那就你就直接開 我柯侯佩到底就好 你柯侯佩打電話給他幹嘛 而且我要講的很好笑的是說 現在的狀況是 你們兩個都不會贏啦 我講白歐一個例子 你們兩個一個長腳一個長手啦 你柯侯佩搞到現在 你郭台銘也沒搞定 賴佩什麼賴 一下柯郭佩 一下柯賴佩 一下 一下講周開蓮 然後民眾黨裡面又放話去修理周開蓮 你手上就沒牌嘛 你其實是沒副手嘛 侯佩的狀況當然也一樣啊 韓國瑜當部分區 柯智人當部分區 你侯佩也沒有牌 你們兩個一個斷腳一個斷手 要說我比賴清德用我贏啊 你在說笑對不對 你們兩個現在殺來殺去 那個比誰是第三名有什麼意思 所以我覺得他 我也不知道黃珊珊在硬什麼 講一實在話 這樣結果真的 真的對民眾黨來講 來講是好事嗎